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血里边的这个胆固醇也高了 或者是他的肾也出了一点点状况了 糖尿也来了 然后又开始各种各样的药打胰岛素了 然后他的血压是一直一直几十年都要用这个血压的药来克制住他 那搞不好的话血压太高或者是太低 然后呢就以这个药物呢一直陪伴 那我们中医里边也有这些的问题是吧 我们也会用一些比如说放血啊 针灸啊或者是一些草药啊来治疗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血压高 可能只不过是一个状况 它只不过是一个状态 就显示给你听 这个是有一个问题了 在你的身体里边比如说肝或者是比如说肾出了一点点问题 那你不去根治那个问题 而你只是把他的这个血压的压力 把心脏的这个压力减低它 放松它 他给你的这个药就好像你胃痛 他给你一个舒缓你这个胃的一个状态 让你不痛 但是你的问题又没有根治呢 没有根治掉 你的问题依然是在那边 那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西医所带给你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国家也正在走向这个状态里边 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去处理掉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的这个国家里边不停的有人说支持警察 有一边有人说要defend police 要让这些警察要解除他们 因为这些警察他们太黑了 他们这个叫黑警 他们的所有的做法 他们的作风就跟黑警没有分别 他可以把你拦下来 不喜欢的话就打你 再不喜欢的话就杀了你 只要你一动 有什么举动的话 轻举妄动的话 他拿枪把枪出来杀你 是没有罪的 只要你的手一动 只要你的手一放到口袋里边 你就属于是有罪了 他就可以随时随地就可以把你杀掉 那这个人权去的哪里呢 有很多争议在里边 有些人说你不要动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你只要合作就可以了 你只要什么都不做 他来到叫你抓你你就要给他抓 他来到叫你趴在地上你就趴在地上 那这个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个还是美国吗 这个还是一个有自我人权 有尊严的一个国家吗 你一来到下飞机 一来到这个国家里边 一个警察他看你 觉得你所做的东西 是有触犯这个法律的 觉得你说的一句话 不是英语的话 你就有这个犯罪的嫌疑在里边 因为你不是说一个 他们的语言的时候 他们就有权把你的权利就拿走的话 那这个国家 它还是一个有自由的一个国家 并非一个有自由的国家 所以为什么这么受争议 现在的时候 它的问题还没有根子 它的问题是在里边 现在就像一个血压高 它的问题不是在什么血里边 不是在这个警察里边 在二三十年前 我来这里有读大学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话题 老实说 你们认为 我们的警察 Police They are over power They over power 他们是不是权力过大 我的论文里边 我就已经写了 我说美国的警察 是相当相当的权力过大 我去到中国 我去到香港 我去到台湾 我都未曾见过 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把一个人的头 可以踩在地上 可以把一个人 拖下车 把他锁住 蹲在旁边路边 然后不让他讲话 不让他跟别人讲话 在怀疑的时候当中 这个叫疑犯 疑犯是没有罪的 没有定罪 疑犯的时候当中 可以把他的权力 全部夺走 什么是权力 就是我在这个时候 我要打电话 你要给我打电话 你读了我的right 给我听了之后 如果要拨到我的right的 24甚至48小时 这个是法律里边 你必须要给到我 我的人权里边 适当的该有的人权 我的人权是什么 我去到某一个地方 可以上厕所 可以上一个 我自己认为是有的厕所 美国新今天你要知道 是没有的 一个犯罪罪嫁的人 他去到里边 可以跟很多的乞丐 在同一个房间里边 没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没有安全的地方 他的人生的安全 是被剥夺了 然后他没有一个 可以睡觉的地方 里边就好像一个狗窝 一个猪窝一样 在地上 全部大家就瘫在地上那边 然后给大家在那边睡觉 然后吃 他给你吃什么 你去吃什么 你没有人权 没有权的 在这48小时 他把你人生上面 所有的权力 全部剥夺掉 之后 你因为害怕 因为某些原因 你必须要 去马上用钱 来把自己担保出去 如果没有钱的话 对不起 你的权力又继续被剥夺了 那所以呢 这一个国家 他的问题已经在里面存在着 导致到这些警察 他们可以过度的使用他们的权力 二 权力 驱使到他们 把他们自己的恐惧 更加强了他们的这个权力 怎么说呢 美国不但没有禁止这个墙 美国的人口重量 几十年前的两亿多 变成现在三亿多 人口是属于爆炸性的这样增长 来到的都是不同的种族 所有的种族都有不同的思想 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一点 那希望下个星期可以跟你们讲一些笑话 好 轻轻松松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上上天理 谢谢